第1671章果断的肖家隐士长老 娇嫣然 呵呵 林肖极为冰冷地冷笑一声 一股浓郁的寒意 顿时弥漫了出来 她脚下再多用力了几分 娇嫣然 林肖也多么希望 此刻站在这里的 是她母亲啊 助手 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冰冷的喝声响了起来 一道身影 自林肖的前方远处闪掠而来 那是一道年纪苍苍的老者 恐怕都上了三四百的人物 头上戴着棕色灌帽 身穿棕衣 楚楚端正 整个人席卷着七重五胜气息 向着林肖这边方向飞掠而来 眨眼便是飞掠到不远处 一股强大的威压 已经笼罩在了林肖身上 肖家隐士长老 林肖的目光 看向了飞掠而来的老者 这名老者 他自然能够认得出来 此人 正是肖家隐士长老 当初 可是去帮助过天机圣地联盟 镇守天机镇摩塔的 他既然赶来 自然也把肖家隐士长老算在内 躺在另一处的肖家一重五胜长老 以及远处重创的肖子豪等人 见得隐士长老来了 心中纷纷暗松了一口气 有隐士长老在 对方翻不出什么风浪 只是现在 对方踩着他们家主脸上 他们家主仍旧处于险境 他们家主 可能成为对方的人质 你是谁 为何要对我肖家动手 肖家隐士长老凝视着林肖 随时准备动手 林肖没有回答 而是冷声反问道 肖燕然当年的事 是不是你指使的 肖燕然 肖家隐士长老眉头一皱 此人 竟然为肖燕然而来 你想怎么样 肖家隐士长老问道 回答我 是还是不是 林肖的脚又用力了几分 将肖玉峰的脸都踩得扭曲 鲜血从其口中直躺而出 咻 这个时候 肖家隐士长老突然动了 他本来就距离不远 这距离对于七重五胜来说 可谓近在咫尺 此时 如果他一直按照对方的问题回话 只能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对方既然敢杀过来 可能已经做好了威胁的准备 恐怕 会以肖玉峰作为威胁 见得眼前的情形 对方没有直接开杀戒 杀他们肖家的人 想来是有些顾忌 否则 就会是直接杀人 而不会是等到现在了 趁机对方脚下用力 突然袭击 对方应该也想不到 再退一步说 如果他回答是 万一对方真忍不住 一脚将肖玉峰才死了 那他再动手 也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 他动手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林骁冲出 轰 肖家隐士长老的拳头 重重砸向了林骁的身体 七重五胜之力 十分巨大 空气都仿佛要被轰爆了一般 这时 肖家隐士长老也见到 对方的拳头也快速向了他对轰而来 不过 肖家隐士长老却是欣喜 对方想来是惊慌 第一时间迎击他的攻击 而忘记了脚下 如此一来 他便能够将肖玉峰救下 至于对方的迎击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砰 然而下一刻 肖家隐士长老的拳头 仿佛撞到了一个庞然大物一般 直接被轰退开来 林骁的拳头 重重的砸在了肖家隐士长老的身上 扑 大口鲜血喷出 肖家隐士长老的身体 便是远远到飞了出去 而在肖家隐士长老到飞出去的同时 林骁脚下一踹 把肖玉峰的身体 向楚小溪三人踹飞了回去 整个人向前一冲 身形如闪电一般 向着肖家隐士长老追击而去 这一刹那 肖家众人纷纷傻眼了 他们几乎都看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便是见到 他们肖家隐士长老被轰飞出去 那浇面人 还追击了出去 见得肖家家主被踹飞回来 一直戒备的云长老一踩脚在肖家家主身上 手中一把长剑取出 指了肖家家主的脖子上 二丑追击肖家隐士长老而去 以防万一有其余高手袭击而来 他将肖家家主的性命持在手中 对方便不敢胡乱动手 此时正到飞出去的肖家隐士长老 脑袋顿时有种发懵的感觉 他实在想不到啊 他堂堂肖家隐士长老 七重五圣境界的强者 在整个大陆上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之一 然而竟然有人能够将他一击轰飞了 这让得肖家隐士长老脑袋一阵嗡嗡作响 他也实在是想不通 本来他想着要将对方一击轰飞 乃至直接轰杀 结果被轰飞出来的却是自己 而这个时候 对方已是以最快的速度 冲肖家隐士长老冲了过来 此时的肖家隐士长老 仍旧处在被震飞之中 身形都还没完全控制住 肖家隐士长老双目一鸣 当对方接近之时 浩大的一掌 当空拍了出来 这是他拼着吐血 强行催动力量施展出来的 力量不达到了他正常情况下的一击也差不多了 浩大无匹的掌力 轰拍向了对方 轰 林骁一拳轰出 一道逆乱全盲击发而出 滚滚的原力逆乱汇聚成了横柱一般 轰在了那道掌力上 这是他催动着一重五圣力量的一击 轰猛龙 一阵阵天大响 一道浩大的气浪爆发 仅仅多了一些气浪波动向林骁前面方向汹涌澎湃而去 还有一部分 仍旧向后方激荡而来 林骁的身体 被暂时阻拦了下来 林骁不由暗叹可惜 差一点 他就能够冲上肖家隐士长老了 只要在一击打在对方身上 对方几乎就被他重创到无力再战的地步 可惜 萧家隐士长老哪怕在倒退之中 强行催动力量也极为迅速 再是将一道掌力拍了出来 而且这掌力还很强横 他的全盲 都无法轰溃 不过 从这一击上 林骁也差不多推测出了自己的原力战力 他一重五圣境界的原力战力 几乎就在七重五圣级别 而之所以能够轻易轰飞七重五圣 是因为他的肉身力量 他的肉身力量 能够轻易轰飞一名七重五圣 一击重创 两三击轰死 而两人这一击 已是在萧家总部靠近外围 不过仍旧对机位置还是萧家上方 自对机位置起 到萧家总部外围 十数里的区域 房屋尽毁 那些被波及的萧家族人 几乎死了在滚滚的波动当中 而对机往后 也便是往林骁所在的方向 波动更小一些 因此 波及范围不是太广 威力不是太强 否则 萧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 死在两人对机的余波当中 秋 此时 林骁再次向前飞掠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向萧家隐世长老靠近而去 第1672章这么强 肉身力量 他只是力量强大 出国身来的萧家隐世长老 历史反应了过来 顿时将一把血量的长剑取出 绝强的武技 当即强行施展了出来 为得林骁太靠近 萧家隐世长老手中的长剑横斩 一团刺目的光芒绽放而出 恐怖绝伦的剑芒犹如横天长红般 朝着林骁横斩而去 这道剑芒 灵力无比 犹如要割裂虚空一般 发出一阵惊笑之响 不过 在施展出这一击之后 萧家隐世长老已是 又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 他这是拼着重创反式 施展出了自己最强大的一击 不过 仍旧没有完全达到了 他最佳状态时候的一击 但 他自信 对方只是肉身强大 这一击 足够击退对方了 九幽魔区 林骁催动起了九幽魔区功法 他在攀爬通天同柱之时 就是一直在催动九幽魔区 等于是一直在修炼九幽魔区功法 林骁按按估算着 他的九幽魔区 必然也会精进了不少 而一催动九幽魔区 林骁却大感意外 九幽魔区功法 按照其修炼程度 分成九个级别 也便是九幽级别 他上次 连二幽层次都没有修炼到 而这次爬通天同柱出来后 他的九幽魔区进度 竟然达到了三幽的层次 滚滚的魔源 自他丹田内和体内涌动起来 林骁原本那漆黑的身体 仿佛再加上了一层黑一般 变得更加漆黑 滚滚黑气 自林骁的体表弥漫而出 恐怖的气息 瞬间充实天地 这一刹那 林骁整个人仿佛 变得一尊真魔一般 冲在虚空中 代压天地 轰 伴随着林骁一拳轰出 黑色的拳芒 自他的拳头前方透发而出 无匹的拳芒 蕴含着恐怖绝伦的魔源之力 轰在了萧家隐士长老的剑芒上 轰朦胧 一阵惊天动地的大响 翻江倒海般的气浪爆发 恐怖无边地波动震荡而出 大部分朝着萧家隐士长老所在的方向 汹涌澎湃而去 萧家隐士长老一口鲜血突出 整个人被远远阵飞了出去 他没想到 对方的原力战力 竟然也如此强大 他本身就重创 这一击又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战力 而对方的战力 恐怕不比他战力最强盛的状态弱 如此对击下来 他明显不敌 又被对方再一次重创 也好在 这已经萧家总部外围 滚滚的能量波动 也朝着萧家隐士长老一方 没有网冲向萧家位置 否则 这一次 恐怕会有大量萧家族人死亡 当然 萧家总部内 自前一击后 便有人纷纷暴掠 不断向外退出去 这么强 乔德萧家隐士长老被震飞 林萧心中微微惊讶 这一击之力 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强一些 毕竟 萧家隐士长老 已经施展出了绝强的武技 那威力也绝不弱了 可他这一击仍旧将对方击伤了 不过 这也只是他催动出九幽魔区 这等强大的功法之下爆发出来的 他一般攻击的战力 恐怕也就一般七重五胜级别 而若动用各种最强的底牌 哪怕不能进身 对付一名七重五胜 已然足够了 秋 林萧的身体 再次冲向了萧家隐士长老 萧家隐士长老大吉 不能让对方进身 然而他遭两次重创 原力也已是不敌对方 这样下去 只有被对方连击致死 萧臣长老 还不动手 这个时候萧家隐士长老大叫了起来 萧臣 林萧双目一鸣 萧臣 对于此人林萧内心有些复杂 也不知道 藏宗宗主的话该不该信 他不知道 这萧臣是敌室友 但萧臣也不过只是六中五胜 哪怕战力再强大 也不是他对手 哪怕来了 也没有用 然而 戴德林萧已经接近萧家隐士长老十数里外 萧臣并没有出现 这让德林萧都有些意外 萧臣 竟然没有援手 此时 萧家隐士长老不得不再次强行出手 手中的一剑再次披斩而出 一道夺目璀璨的剑盲展向了林萧 否则让对方近身 他承受的打击将来会更大 而林萧再次催动九幽魔区 恐怖而纯粹的魔属性力量 再次轰溃了萧家隐士长老的攻击 轰击在了其身上 这一次 萧家隐士长老的力量更弱了 轰击在其身上的力量也更加强大 因此 萧家隐士长老身上的伤 更重了 哪怕是七重五胜 都到了快撑不住的地步 林萧也没有一下子施展出底牌击杀 而是接连攻击而去 直至 萧家隐士长老完全失去了战力 林萧这才助手 其身体 缓缓地落在了萧家隐士长老的近前 林萧没有立即下手 也没有说话 而是在等 等萧家的人前来 没多久的时间 萧家的众人 接连飞掠而来 这其中包括萧子豪 萧家一名二重五胜长老 一名一重五胜长老 云长老挟持着重创的萧家家主 于楚小溪和楚玉前来 落在了林萧不远处 云长老三人一点都不意外 连楚家隐士长老都能够击杀的人物 打败萧家隐士长老 一点也不稀奇 而萧家众人 则个个惊呆了 实在难以接受 他们萧家的隐士长老 也败了 完全败在了那交面人的手中 其他五胜长老重伤 家主重创 生死掌握在对方手中 七重五胜隐士长老重创 生死也掌握在对方手中 那他们萧家 还有谁能敌得过他们 他们萧家 岂不是掌握在了那个交面人的手中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江玉峰有些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哪怕他是家主 哪怕他心性在强 顿时都有种要崩溃的感觉 不过 萧玉峰的话 已经无人搭理了 此时 林萧冷漠地扫了周围 见得聚集了萧家大量人马 萧家顶层差不多来了 这才将冰冷的目光 看向萧家隐士长老 声音冷漠地道 二十多年前 为什么 要毁掉萧嫣然 第1673章 我是萧嫣然的儿子 可萧家隐士长老 吐出了两口鲜血 道 因为 他与萧家家主 萧玉峰一脉 有着无法化解的恩怨 萧玉峰 为竞争家主之位 杀了萧嫣然的父母 长辈 而萧玉峰 是我的重孙 是我 主导着家族 与各大势力联手 对付萧嫣然的 文言 林萧双目一宁 心中无尽的冷意汹涌 多么简单 而又多么残酷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母亲 与萧嫣家族有仇 所以 无论他在天才 在妖孽 萧嫣也不惜除掉他 这 就是霸主势力 这 就是大家族吗 为了权势 同族之间 争斗个你死我活 如果可以 他宁愿 他的母亲 不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 不出生任何权势之中 听得萧嫁隐氏长老的话 萧嫁众人 各个都神色复杂 他们有些人 知道内幕 但仍旧选择了利益更大的一方 他们也没有选择 而一些人 并不知晓 只是有些猜测 不过没想到 此事还关系到了隐氏长老 是隐氏长老指使的 实际上 他们还有一些人 是站在萧嫁然一边的 他们当初也十分不理解 为何那么妖孽的天才 自己家族不庇护 却要除掉他 而如今 一切答案 都浮出水面了 是他们萧家隐氏长老 在背后撑腰 是他们萧家隐氏长老 在背后指使 一切 都源于隐氏长老 源于家族与萧嫁然之间的争斗 除掉萧嫁然 确实是萧家最大的损失 不过 这关系到前几代的恩怨 我们没有选择 萧家隐氏长老说道 此事 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如今 他身负重创 无力再战 而萧臣不肯露面 哪怕露面了 也不是对方对手 他的生和死 萧家的生与死 都掌控在对方手中 而且 萧家隐氏长老 已经不抱着什么活着的希望 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 萧家隐氏长老抬起头 看向了林萧 道 在死之前 可否告诉我 你到底谁 我 是萧嫁然的儿子 林萧 林萧语气凝沉地说道 他 要为他母亲讨回公道 他 要以他母亲儿子的名誉 替他母亲讨回公道 哪怕将真实身份说出来 哪怕他的身份传出去 也不惜 也不惧 什么 林萧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惊愣当场 哪怕是楚小熙 云长老 楚玉 都惊愣不已 阿丑 娇念人 竟然是林萧 妖念门门主 明镇大陆的当时第一天才 林萧 楚小熙张着嘴 惊得都有些快和不拢 而更为吃惊的 是萧家众人 林萧 那个让霸主势力都覆灭的林萧 是萧嫣然的儿子 这让得他们脑袋都有些快转不过来 萧家隐士长老也都快蒙了 难以置信地道 怎么可能 你 你是林萧 你是萧嫣然的儿子 萧家家主萧玉峰 同样也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历史喊了起来 不可能 萧嫣然的儿子已经死了 是我们亲眼看到了 各大势力亲眼见到了 我们当时还亲自鉴定了 血液融合 死的 确实是萧嫣然的儿子 你怎么可能是萧嫣然儿子 还有 林萧已经被镇压在天机阵魔塔第六层 天机阵魔塔没有破开 林萧不可能出来 你不是林萧 你肯定不是 你也不是萧嫣然的儿子 说到最后 萧玉峰几乎是喊着出来 萧玉峰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而萧玉峰的话一出 让得众人又回过神来 是啊 先不说萧嫣然的儿子有没有活着 他们是没有亲眼见证 可是林萧 确实是被镇压在天机阵魔塔了 两年来都没有人破开过天机阵魔塔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如果真是林萧 为何对方却是这番模样 诗 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的气品终极灵力修为气息 自林萧的脑海释放而出 充斥向四面八方 笼罩在每个人身上 诗 紧接着 一到三色的能量手掌 当空凝聚成形 立在虚空之中 什么 这一刹那 众人再次惊呆了 林萧 是五十年纪以下 整个大陆最强大的灵控师天才 在他攻击天机阵魔塔之时 已然达到了七品终极灵力境界 最主要的标记是 林萧拥有灵能 三种能量属性的灵能 整个大陆 拥有灵能的灵控师 就只有一个人拥有 而且 拥有吞噬 焚烧 雷霆属性的灵能 加上这一点 除了林萧 是坚决无第二人 很显然 那焦面人 正是林萧无遗 这怎么可能 焦玉峰顿时惊傻了 他刚才就无法置信对方的话 方才一连串地喊了出来 而如今 对方所说的话 其中一点 竟然是真的 他真的是林萧 那难道 林萧所说的 自己是萧嫣然的儿子 也是真的 可是 萧嫣然的儿子明明死了 他亲眼见到的 为何又活过来了 而林萧 明明是被镇压在天机镇魔塔 为何 又出现在了这里 到现在 萧玉峰也不相信 林萧是萧嫣然儿子的事情 实际上 是萧玉峰不敢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在他上一次见到林萧之时 便是感受到了林萧的血气 与萧嫣然有些相似 只是现在 被各种情绪冲乱头脑的萧玉峰 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初的事情 他也不想想 不想相信 这怎么可能 萧子豪也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在林萧出现之前 他横扫了其他州的同代 林萧出现之后 一击将他击败 几乎成为了他的心魔 本来他还想着复仇 然而之后的林萧 几乎让他绝望 无法超越 最后 他都放下了追逐 复仇的念头 在林萧被镇压之后 心中更是大快 加上自身的天赋 终于踏入了五胜境界 哪怕 他不是整个大陆最顶尖的天才 但他也是屈指可数的青年五胜之一 不久的将来 大陆的巅峰领域必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然而 那个令他崩溃的天才 又出现了 而这次出现 竟然连他们肖家隐士长老 七重五胜强者 都无法匹敌 焦子豪那刚刚生出来没多久的自信感 完全崩碎余地 他这天才 在林萧面前 简直什么都不算 怎么可能 天机阵魔塔没有打开 你怎么可能能够从里面出来 我当时可是亲眼所见的 肖家隐士长老难以置信地道 第1674章 你不是肖嫣然的儿子 今眼所见 就一定是事实吗 天机阵魔塔 并非只有一个出口 林萧直接说道 肖家隐士长老身体不经一颤 天机阵魔塔 不仅一个出口 这怎么可能 天机阵魔塔 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出口 然而 林萧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却是事实 听得林萧的话 其他人也是纷纷吃惊 这消息 足够让人震惊 就连这首天机阵魔塔的天机圣地 恐怕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如果不是林萧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哪怕知道 也不会相信 同时 他们甚至都在想 肖嫣然会不会也从其他出口出来了 不过 二十多年来 都没有任何消息 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哪怕你从天机阵魔塔其他出口出来 哪怕你就是林萧 你又怎么证明 你是肖嫣然的儿子 这时 肖玉峰又喊了起来 众人再次回过神来 这蒙面人除了说自己是林萧外 还说自己是肖嫣然的儿子 可是肖嫣然儿子已经死了 家主等人亲眼所见 他又怎么是肖嫣然的儿子 虽然天机阵魔塔可以有其他出口 林萧可以从另一个出口中出来 但是 人死了 总不可能复生吧 这个问题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还活着吗 林萧反问道 那时候的他 还只是个婴儿 哪里知晓当年的事情 他也想知道 肖玉峰口口声声说他死了 他为什么还活着 你不知道 你又怎么知道 你是肖嫣然的儿子 肖玉峰追问道 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林萧说道 他父亲所说 自然不可能有假 而且还有天眼作证 只不过 天眼之事 他不可能说出来 你父亲 林天书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可能还活着 这下 肖玉峰又蒙了 林天书已经死了 他的尸体 都被肖嫣拿去公知已中了 怎么可能活着 林天书的尸体 我们亲眼所见 是肖家公知已中的 所有人都验证过了的 他怎么可能活着 肖家隐士长老也道 在场的众人之中 还有不少肖家高层之中 也有参与了当年的事情 肖嫣然儿子的事情 他们没有见到 但是林天书的尸体 他们可是见过的 哪怕不是太顶层的肖家族人 见过的也不少 林天书确实是死了 最后连尸体都由他们肖家当众毁掉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此时 不仅是肖家众人 连林肖自己都有些萌了 他父亲不是林战天吗 怎么又成林天书了 难道 他父亲之前 在中州的真名 叫林天书 而不是林战天 可是 他父亲林战天 似乎也不是强者跌落胸围的啊 而且自林家长辈提起 他是一直在林家的 还做了十多年的家主 对方所说 他父亲被当失试中了 这究竟又是什么情况 不过 他父亲知道他母亲 还有天眼的事情 也绝不可能有错啊 只是 这其中的种种情况 可能令他无法知晓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 肖玉峰大笑了起来 林肖 林天书根本不是你父亲 你也根本不是林天书的儿子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根本不是肖嫣然的儿子 你不是肖嫣然的儿子 却自认为自己肖嫣然的儿子 被人利用 却前来为他讨回公道 口口声声把那件人当做自己母亲 我就说 那件人怎么可能还有翻盘的机会 原来只是个假的 那件人的儿子死了 他的男人死了 自己也湮灭在天机阵魔塔中 现在却来了个假儿子 他输了 终究他还是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肖玉峰疯狂大笑了起来 声音滚滚传遍整个肖家 你说什么 林肖那如万古寒冰的目光 朝着肖玉峰看了过去 浓郁的杀意 自他身上浩荡开来 冲斥当场 林肖身形一动 顿时便是冲到了肖玉峰进前 一手握在了肖玉峰的喉咙上 从云长老手中提起 你说什么 林肖声音冷冷地重复到 无尽的杀意 宁万当场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浓浓的杀意 你不是那个贼人的儿子 哪怕你杀了我又如何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那个贱人还是输了 被林肖死死捏着喉咙的肖玉峰 仍旧是一边吐血 一边凝笑着说道 肖燕然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一直是他的心魔 虽然这些年来 他一直沉着 学会了隐忍 一切事情 他都可以隐忍 可以沉住气 但 唯独肖燕然不能 因此 得知林肖是肖燕然的儿子的时候 他险些崩溃 如果是肖燕然的儿子 那就是肖燕然翻盘了 他接受不了 不过现在 知道林肖不是肖燕然的儿子 那么肖燕然便没有翻盘 肖燕然还是输给他了 肖燕然输了 哪怕是死 他也毫无畏惧 死了也兴奋 林肖双目一宁 就要动手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沧桑沙哑的声音忽然传了起来 等一下 林肖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将从即将失控的情绪之中恢复过来 扭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所有人都朝着这个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了过去 这个时候 所有人只见 两道身影朝着林肖等几人所在的地面 缓缓走了过来 其中 一个老者穿着宽松朴素长袍 满头白发 不过却是一副出尘的模样 另一个 身上的衣袍 犹如是灰尘一般 其头上头发已经掉光 整个人受皮包骨 脸上的皱皮几乎都快能盖住其面容 他整个人驮着背 形如稿木 仿佛一阵风都能够将其刮倒一般 萧辰 望着那两人中 出尘的那一位 林肖一眼辨认了出来 那人 赫然正是萧辰 令他想不明白的萧辰 只是 旁边的那一位 他也从未见过 别说是林肖 在场的萧家众人 也没有见过 萧玉峰也没有见过 然而 萧家隐士长老却震惊地忍不住出生 老祖 这怎么可能 什么 我们萧家 还有个老祖还活着 在场的众人纷纷错愣 若不是前阵子 他们萧家隐士长老前去帮助天机圣地 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还有隐士长老活着 更别说老祖了 而如今 他们萧家 竟然又活生生走出了一个老祖 哪怕萧玉峰 也一阵愣然 哪怕是他 也从没见过老祖 也从未知晓 他们萧家还有老祖活着 而实际上 别说萧玉峰 就连萧家隐士长老都不知道 他们萧家老祖还活着 在场的 恐怕 也只有萧臣知晓 第1675章当年的真相 萧家老祖 听得萧家隐士长老的话 林萧也一阵错愣 云长老三人 也是一阵愣然 随即 云长老何楚玉 脸色又开始凝重了起来 萧家老祖出现 此事 恐怕又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萧臣旁边的那老者 手扶着一个拐杖 颤颤巍巍地向前走过来 那老者仅有着一层皮斑的嘴唇 缓缓如动了起来 露出了没有牙齿的小口 极其沙哑的声音从他口中传了出来 孩子 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文言 林萧的心头忍不住一颤 等他 那就是说 萧玉峰所说 都不可能是真的 他母亲的事情 不可能是假的 他不是被骗的对不对 萧家老祖一边走着 一边缓缓地道 当年的事情 都是我一手谋划的 林萧心头在一阵 当年的事情 是萧家老祖谋划的 萧家隐是长老的背后 是萧家老祖 这下 在场的众人又一阵吃惊 萧嫣然事情背后 还由老祖在推动 而此时 哪怕是萧家隐是长老自己 都有些发懵 萧嫣然的事情 完全是他推动的 萧臣也不过只是赞同他的做法 顺从着他去做而已 为何 又成了老祖在背后谋划了 当年的萧嫣然 天赋太可怕了 我们萧家 护不住他 萧家老祖缓缓说道 当年不比现在 有黄礁 有兽族联盟对各大势力动手 各大势力成了这幅局面 而我 也只有在特殊的阵法中续命 出不了几次手 若各大势力围攻而来 哪怕是我 整个萧家 都抗不住 因此 才借助于萧玉成之手 借助萧玉丰之手 借助各大势力之手 将萧嫣然 弄进了天机阵魔塔第六层 只有进了天机阵魔塔 他才会安全 文言 林萧心头又一阵 萧玉丰 萧家隐氏长老 联合各大势力对付他母亲 只是表面 真正的背后推手 萧家老祖的目的 是将他母亲镇压在天机阵魔塔第六层 萧家隐氏长老和萧玉丰 乃至赛场的众长老 也是纷纷震惊 那件事 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站得对 实际上并没有错 而一直都是在他们老祖的期望之中 萧家以足之力 庇护他 其他势力 岂会到联合对他出手的地步 林萧不太相信地道 萧家老祖摇了摇头 道 他跟你一样 一踏入五胜 便站立逆天 瞒不住 当时十一大势力平衡 他们不希望 出现这样的力量 所以 必然会联手 必然会在他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将他镇压 因为 他是逆地天才 什么 听到最后一句之时 林萧心头狠狠一震 逆地天才 顾名思义 逆地天才 便是将来 不到五地境界 就可以逆境法地 整个大陆 整个大陆不再有五地 若真有人没到五地境界 就拥有五地的力量 毫无疑问 那便会是整个大陆 至高无上的统治力量 任何势力 都将匍匐在其脚下 各个霸主势力 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联手 因为 没有任何势力 希望这样的人出现 希望这样的人掌握着他们的命运 当然 除了他的天赋 还有那个重宝 那件事情泄漏 他的最佳之地 只有天机阵魔塔 只有天机阵魔塔 才能够庇护他 让他有机会成长起来 焦家老祖继续说道 所以 我选择了让他进入天机阵魔塔这条路 焦玉峰内心有些要崩溃 无论怎么样 他与萧嫣然是素敌是真的 他刚才 觉得自己赢了 可听老祖这么一说 似乎 他又输了 他儿子呢 他儿子又是怎么回事 他儿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们当场验证过血脉的 确实是他儿子无疑 他儿子怎么可能会活着 怎么可能会是林骁 焦玉峰忍不住连连问道 他们老祖一出来就说了那句话 那句话便是表明 林骁就是萧嫣然的儿子 可是萧嫣然的儿子这回事 又怎么证明 这时旁边的萧城开口道 嫣然 有个姐妹还活着 也就是我的孙媳 死的 使我孙子 他们的年龄 血脉 都很接近 什么 焦玉峰身体狠狠一颤 无法接受 焦嫣然的儿子 真的没死 而是被调包了 焦家隐士长老也是一阵恶然 这期间 竟然还有这么一手 林骁心头也狠狠一颤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用了他表兄弟 替他换命 林骁的双目 泛着冰冷的光芒 心中甚至都生出了惭愧 他表兄弟的生命 那也是生命啊 他是活下来了 可是 他表兄弟 却替他去死了 此时 林骁甚至 都不知道去恨谁 恨萧家老祖吗 萧家老祖 是为了他母亲 才选择这么做 恨萧晨 掉包的事情 肯定是萧晨干的 可是 萧晨是他表兄弟的亲爷爷 萧晨在抉择的时候 必然会很痛苦 萧晨是为了他母亲 为了家族 不过 哪怕是如此 也不能原谅 恨他表兄弟的父母 其父亲 肯定也和萧晨一样的想法 为了保全他 为了保全他母亲 才做出的选择 肯定会比萧晨还要痛苦 可是 这样 他们又岂能对得起 他们的孩子 林骁知道 他们也不该原谅 但 却也没法去恨他们 恨想要灭他母亲的 各大势力 没错 确实该去恨他们 他们 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那林天叔呢 林天叔总不可能活着吧 这时 萧玉峰又想到了这一点 不禁喊问道 这个问题 林骁也想知道 他父亲 林战天与林天叔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林天叔 骑流躺着的种族血脉 极为特殊 有人助我动用了特殊手段 将他的意识 保留在宝物之中 萧晨说道 然后 我带着他 前往东南域 打入了一个林姓青年的脑海中 说着 萧晨朝着林骁看了过来 道 那林姓青年 也是你的父亲 林战天 什么 林骁心头狠狠一颤 他父亲林战天 并非真正是他的父亲 而是 等同于 他真正的父亲 意识打入了林战天的脑海 夺射了林战天 不过 在他十九岁之前 也便是他回去灭掉风家之前 他父亲并没有觉醒 林天叔的意识 也就是说 曾经带着他长大 并非是他的生父林天叔 而是林战天 而自他生父意识觉醒后 林战天的意识 恐怕已经被吞掉了 等同于夺赦 也就是说 真正的林战天 已经死亡了 而只剩下了林天叔 林骁顿时难以接受 虽然 林战天并不是他的生父 但是他已经把林战天 当成自己的父亲 真正的父亲 哪怕不是生父 也是他的父亲 那个抚养他长大的父亲 第1676章 可我不希望这个结果 林天叔的意识 开始是封印在林战天的脑海中 之后才会慢慢复苏 肖臣继续说道 复苏之后 两人一时向荣 会合成一人 听到这 林骁内心 似乎好过了一些 两人的意识融合 并不是林战天的意识消失了 而是林战天死了 可是 两人一时融合 他们还是真正的自己吗 而萧嫣然的孩子 与林战天原先的孩子 也掉了包 你就是那个孩子 林战天的孩子 被我送去了藏宗 骁臣再度说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听到这 林骁这才完全明白 难怪 藏宗宗主为何说要他信任萧臣 难怪林遮天长的比他还像他父亲 他只是沈运更像 一切的真相 竟然如此 此时 林骁内心无比复杂 这个真相 实在太冲击人心了 他 对不起替他换命的表兄弟 对不起他父亲林战天 也对不起林遮天 是他抢夺了林遮天的父爱 抢夺了林遮天的一切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此时 萧玉峰的内心则完全崩溃了 萧嫣然的男人林天叔没死 萧嫣然的儿子 还杀到了萧家 将他打败 将他曾祖父打败 他输了 彻彻底底输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你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大陆最强大的天才 成为了大陆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我们的选择 是对的 说到这 萧辰有些激动了起来 旁边老祖也微微点了点头 脸上露着欣慰之色 你们就以为 你们做的这些 真的是对的吗 林骁却开口道 在萧辰两人出现之后 他便放开了萧玉峰 而此时 他头也没回 林立一动 咔嚓 萧玉峰的脑袋便是被扭断了开来 鲜血自其断薄处喷涌而出 萧家家主 自此灭亡 这一刹那 萧家众人纷纷震惊 他们萧家家主 被杀死了 萧家隐士长老心头狠狠一颤 他的重孙 就这样被杀死了吗 而此时 林骁的目光 凝视着前方的萧辰和萧家老祖 摇了摇头道 不 你们错了 萧辰和萧家老祖微微一愣 有些不明白林骁所说 至于萧玉峰被杀 他们根本不在乎 天机阵摩塔第六层 有一根通天同柱 通天同柱有着天机阵摩塔第六层的规则 爬过通天同柱 就会得到我想要答案 林骁失落地缓缓说道 他给我的答案是 此层无萧嫣然 文言 萧辰和萧家老祖身体纷纷一阵 此层无萧嫣然 也就是说 天机阵摩塔第六层 已经在无萧嫣然 林骁 是不是 他已经出来了 天机阵摩塔打开 他提前冲出来也说不定 萧辰连忙问道 现在 他的情绪都有些紧张了起来 萧玉峰不是说过吗 天机阵摩塔出口 根本没有他出现的身影 而且 如果他真的在此之前就出来了 从通天同柱爬出来的 这么多年来 会一直没一点动静吗 会不去找我吗 会不找你们 询问我的下落吗 林骁反问道 此话一出 让得萧辰和萧家老祖身体在狠狠一颤 尤其是萧辰脸上 顿时都变得苍老了许多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林骁对着两人问道 顿了顿 萧辰缓了缓神 道 我不知道 我们做的是对是错 不过 如果不这么做 你就活不了 哪怕你娘真的出事 她也希望是这个结果 可我不希望这个结果 林骁大步走出 向着萧家隐士长老走了过去 萧家众人纷纷吃惊 林骁 这是连他们萧家隐士长老 也要击杀吗 望着林骁向自己走来 萧家隐士长老并没有一丝巨异 也没有向萧家老祖和萧辰请求 而是喃喃说道 重孙儿 你是输了 但至少 赢了萧嫣然 萧嫣然死了 萧家 也保住了 说着 萧家隐士长老双目中 露出了释然的目光 对着林骁说道 我这老骨头 也该去了 动手吧 诗 一把灵力菱形之剑 自林骁的眉心积涉而出 积涉在了萧家隐士长老的胸口 扑 的一声 萧家隐士长老的心脏 便是被冻穿 鲜血自其胸口狂喷而出 萧家隐士长老 允 林骁脸上始终露着冷漠的神色 无论如何 两人都直接害死了他母亲 害死他母亲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他绝不留情 更何况 两人还是他母亲的宿敌 留着一个全尸 算是加上其背后推动原因之一的饶恕 也算是萧家隐士长老没有向萧承和老祖求情 给的最后一个体面 见得隐士长老被杀 萧家众人纷纷吃惊 他们萧家的最顶尖力量之一 就这样被林骁击杀了 萧家老祖和萧承 没有阻止 杀了萧家隐士长老 林骁缓缓转过身 看向了小溪三人 道 我们走 说吧 他们四人 便要飞离萧家 林骁 你可以留下来做萧家家主 萧承开口道 众人纷纷吃惊 让林骁做萧家家主 然而 林骁头也没回 便淡默地说道 不感兴趣 知道林骁心意已决 萧臣也没有再劝 而此时 旁边的萧家老祖 也发出了缓缓的声音 孩子 如果有危险 到萧家来 我可以庇护你数次 说着 一股九重五圣的气息 笼罩当场 九重五圣 云长老 楚御皆震惊 萧子豪 萧家二重五圣等 萧家众人 也纷纷震惊 他们萧家老祖 竟然达到了九重五圣境界 这岂不是 当时修为最高的强者吗 林骁也一阵吃惊 本以为 萧家老祖仅是像 洪家老祖一样 只有八重五圣修为 不料 却是九重五圣 九重五圣啊 那可是五帝之下 修为最高之人 其实力 都不知道 比八重五圣强上多少 整个大陆 恐怕都难出第二人 不过 这个九重五圣气息 似乎不是太稳定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恐怕 萧家老祖 已经日薄熙山了 不需要 最后 林骁放出了一道冷漠的话语之后 便是带着楚晓熙三人 飞掠出了萧家 自此 萧家风足半年 全力封锁消息 没我命令 上自踏出家族者 死 林骁四人飞掠出去之时 萧尘声音滚滚地说道 声音之中 带着无尽的威严 萧家众人纷纷心颤 风足半年 上出者死 这句话的威慑力巨大 可谓是家族最高命令 不过 他们无感不从 而且 这都是他们老祖默许的 是他们老祖的意见 再者 哪怕不是强行命令 家主和隐士长老陨落 若传出去 只会给萧家带来危机 老祖 此时 萧尘看了看旁边的萧家老祖 萧家老祖常常叹了口气 缓缓转过身 向外走去 萧尘也深深吸了一口气 目送着老祖离开 而后 开始布置萧家 第一件事情 便是收拾残局 封锁消息 将方圆几千里内出没 可能听到消息的可疑之人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同时 也将萧家隐士长老和萧家家主后葬 葬在了萧家祖坟之地 萧家之事 就此平息了下来 任谁也想不到 萧家一日之间 会发生如此巨大风暴 而这个风暴 在强力镇压之下 只是停留在了萧家之内 停留在了萧家众人的心中 至此 萧家所有人 三间其口 没有人再提及当日之事 第1677章 你们可回来了 阿丑哥哥 以后 我是叫你阿丑哥哥 还是叫你林萧哥哥 飞跃途中 楚小夕对着林萧问道 面对小夕这样单纯的小女孩 林萧心中的郁闷顿时也消散了许多 她笑了笑 对着小夕道 你是喜欢阿丑哥哥 还是喜欢林萧哥哥 我喜欢阿丑哥哥 听说那林萧可坏了 会灭个大家族 楚小夕直言不讳的说道 林萧 这两个人 不都是她吗 那以后 你就叫我阿丑哥哥吧 林萧说道 楚小夕点了点头 问道 阿丑哥哥 你要跟我们回楚家吗 林门主 明州也有传送阵前往圣州 不过大型传送阵到圣州的位置 距离妖念门偏远 而且寻找传送阵 一路过去会有些麻烦 不如前往苍州 楚家控制的传送阵中 由一座巨型传送阵 出口距离摇池圣地不算太远 与妖念门相对近一些 楚玉开口道 此时的她 对林萧已经改口了 我暂时不回妖念门 林萧摇了摇头 道 我准备去扬州 正好 从苍州路过 她去扬州 自然是准备对付 姬家隐士长老几人 现在 她出事的消息还没有传开 正好趁机去将姬家的恩怨解决了 姬家主要活着的 是姬家隐士长老 姬真几人 她一个人的力量就足够 不必先回妖念门 兴师动众 兴师动众 反而会让天机圣地联盟其他势力知晓 到时候让他们有所戒备 全部聚集在一起 就难对付了 楚玉微微愣了愣 也大致猜测到了林萧的想法 若是之前 她必然不知道林萧去干什么 如今 知晓林萧的身份 自然能够猜测出来 这 正是那个明镇大陆的人物啊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至于林萧是萧嫣然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将其烂在了嘴里 绝不敢传出半字 也不敢提 那也正好 楚家前往扬州 也有传送阵 楚玉说到 林萧点了点头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林萧和楚小溪三人 便是一路从传送阵 传往了东方苍州 林萧四人的身体 从一个巨型传送阵上出现 这巨型传送阵 在一个城池之中 这座城池由楚家控制 楚家分部所在的位置 就是这传送阵周围 戴德林萧出现之时 周围便是有人在阵法外围四方把守 那把守的四人当中 有一名 是七重五皇老者 他见多识广 见得楚玉之后 整个人顿时激动了起来 楚玉长老 你们可回来了 嗯 楚玉微微诧异 哪怕此人是他们楚家的人 他也并不熟 家族最近出大事了 家族已经派人前去向你们求援 那老者连忙说到 出了什么事 楚玉皱起了眉头 哪怕从巨型传送阵到萧家 或者从萧家返回楚家 一趟都需要近半个月时间 而且这还是仰仗着他武圣长老的面子 顺利通过萧家各个传送阵的情况下 如果其他人前去 恐怕不止半个月 他们在路上 没有碰到也很正常 不过 总的算来 他们出去了也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楚家就出大事情了 还是 他们家主和隐世长老的消息 传出来了 比木族和天罗灵窝两大兽族 联手攻击我楚家 我们楚家各个分部 伤亡惨重 总部被围困 分部的人进不去 总部避战不出 我们只有派人向楚玉长老和萧家求助 那老者连忙说到 两大兽族围攻楚家 楚玉顿时一愣 云长老 楚小溪 乃至林萧都不由一阵惊讶 自从受王朝之争后 各大兽族遭到重创 天罗灵窝族 更是五亿人从天机镇摩塔活着回来 因此这两年来都一直很平静 这个时候 怎么就突然来攻击楚家 要攻击 也该攻击天机圣地联盟 或者他们要念门才是 难道 是楚家隐世长老陨落的消息泄露了 方才想要一举灭掉楚家 林萧心中暗暗猜测到 如果是在此前 他自然不会管楚家 甚至还会支撑受阻灭楚家 毕竟 楚家太上长老当时也出过手 不过如今 楚家已经楚小溪的了 也等于是与他交好的势力 而且还是因为他灭掉楚家高层以后招引来的 此事 他不得不管 我们镇守传颂镇的于北城 有一名笔木族一重五胜袭击 不过有楚宗平长老镇守 没有被对方攻破 那七重五皇老者说道 不过前些日子 比木族派人去请围困楚家总部的五胜过来 很可能 最近快要到了 于北城 可能要失守了 闻言 楚玉眉头深深处了起来 于北城 因为有巨型传颂镇 是楚家重地 一直有一名一重五胜暗中镇守 而如今 对方在派五胜前来 若他们不敢回来的话 可能便要失守了 至于楚家总部 分部的人可能不清楚 但他知道什么情况 家主没了 隐士长老没了 只有大长老几人撑着 只要对方来个三重五胜高手 根本无法匹敌 只能靠阵法支撑着防御 更别说派高手前来支援了 轰 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轰隆的声音 忽然远远传了过来 咒卒的五胜 可能攻上来了 那七重五皇眉头力皱了起来 你们在此地镇守 我们去看看 楚玉对着那七重五皇说道 林霄和楚玉 老者楚小溪三人 一同飞跃而出 飞跃出去之时 林霄已然发现 这座城池 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可能那名楚家一重五胜楚宗平 知晓有五胜要攻击而来 将城内的人遣走了 带得飞跃到了城墙之外 林霄四人便是见到 数百里外的虚空中 有一名头戴正观的老者 正在与一名身高 足有八尺的瘦高老者战斗 那老者一身轻衣 面旁以及其他露出来的 肌肤都是青涩的 身上浩荡着一重五胜气息 很显然 那是一名笔木族高手 哼 手下败将而已 若不是你生命力强大 你已经死了数次了 竟然还敢前来挑战 头戴一贯的老者滚滚喝道 一剑批出 将那笔木族高手震飞了出去 出手的那名老者 显然正是楚家的一重五胜 楚宗平 这楚宗平 林霄道也没见过 那一日他进入楚家 也并不是楚家所有五胜都在总部 有一些 还在重要的分部阵守 显然 这楚宗平 就是其中之一 第1678章坑人的笔木族 诗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的另一侧 一道螺盘般的旋转黑色螺纹 水平于地面 横空着向楚宗平切割而去 那黑色螺纹 漆黑无比 蕴含着强大绞杀力量 仿佛要能够七个万物一般 这么快就来了 楚宗平已经连忙一剑批了上去 那黑色螺纹 被劈碎了开来 不过 两股力量撞击爆发出来的七浪波动 倾泻向了楚宗平 将楚宗平震飞了出来 这时 那笔木族一重五胜一拳轰出 紧接着攻击向了楚宗平 楚宗平连忙迎击 不过虚空中 又一道旋转螺纹出现 再次切向了楚宗平 楚宗平以一敌二 力量有些不支 被对方阵退连连 而那瘦高的笔木族一重五胜 和一鸣驼背一重五胜 在两侧不断逼近 接连进攻楚宗平 秋 这时 楚宗平一掠 当空向前方的天罗灵窝冲了过去 云长老 你保护好小夕 说着 林霄也向前飞冲而去 林霄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而是朝着笔木族那名一重五胜冲了过去 而楚宗 在冲出去的同时就已经出手了 一道璀璨的剑芒 犹如今天长红一般 当空向那天罗灵窝一重五胜展了过去 嗯 有高手援助 那天罗灵窝一惊 连忙双掌推出一个黑色螺纹 阻挡了上去 轰猛龙 一阵轰猛大响 那黑色螺纹被斩溃了开来 爆发出来的滚滚波动 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阵飞了出去 其口中都有鲜血液了出来 二重五胜 那天罗灵窝一重五胜一惊 楚玉长老乔得楚玉突然出现 楚宗平顿时大喜 他的援手终于到了 很早之前 他便派人去向楚玉长老和肖家求助 毕竟楚玉是从这道传送阵前往肖家的 如今 终于赶回来了 楚玉是二重五胜 有楚玉的加入 他们必然能够反败为胜 至少 这座重要的城池是保住了 在由楚玉积天罗灵窝后 楚宗平朝着比目族一重五胜飞出 一道剑盲斩了过去 将比目族一重五胜的青光全盲劈溃 而此时 楚宗平又见得 一个焦黑的家伙 以闪电一般的速度 朝着被阵退出去的比目族一重五胜冲了过去 这让得楚宗平微微吃惊 这交面人 他也见过一次 便是楚玉几人前去消加的时候 以为只是割下人之类 不料竟然拥有如此速度 这速度 都远比他还要快 见得交面人朝着自己冲来 比目族一重五胜微微一惊 控制住倒退的身体 然后向对方冲了过去 近身攻击 他们比目族最不怕的 就是近身攻击 因为近身攻击 他们可以不防御攻击 以命搏命 他们比目族生命力强大 以命搏命 对手最吃亏 小心 见得林霄冲到了比目族一重五胜进前 楚宗平立合了起来 然而此时 林霄和比目族一重五胜两人 已经对冲在了一起 比目族一重五胜的手掌 向着林霄的下身腹部插来 完全不顾自己上身的防御 而林霄也没有顾及防御 伸出手掌 向那比目族的喉咙抓了过去 真的找死 比目族一重五胜按喜 一掌插在了林霄的小腹上 然而这时 只听得轻微的震响 比目族一重五胜 感觉像是插在了坚韧无比的东西上一般 他的手掌 被弹了回来 一阵疼痛 而对方的手掌 赫然捏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怎么可能比目族一重五胜满是吃惊地道 以他的力量 对方毫不防御地给他插 竟然都插不进去 这交面人的身体 究竟有多强横 远处为林霄着急的楚宗平也满是惊讶 这家伙 竟然这般恐怖 连比目族一重五胜都伤不到他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肉身 难道 是因为修炼肉身 把自己修炼成的那幅模样 而此时 林霄的手掌 已经捏住了对方的喉咙 出声问道 你们两族 为何要攻击楚家 那比目族不顾自己喉咙被对方掐着 双手化成了木头颜色 左手插掌右手出拳 打在了林霄身上 然而 任他在动用力量 都无法伤到眼前这交面人分毫 这下 这比目族惊呆了 这家伙就是一个怪物 无法立敌 是 这时 林霄催动出灵石 注入到了比目族老者的脑袋内 扑 然而这时 这比目族一重五胜 直接自己扭断了自己的脑袋 整个身体向外飞掠而去 我 林霄顿时无语 本来他想试试控神 结果 对方直接连脑袋都不要了 还控什么神 这比目族 也当真是太奇特了 找死 见得对方逃走 林霄体内魔猿涌动 一重五胜原力运转 一掌向前拍出 一道浩大的黑色掌力 拍向了比目族一重五胜 虽然 林霄没有施展任何武技 只是纯粹地催动出魔猿 但是他的一重五胜力量太过强大了 哪怕只是随意一击 都拥有七重五胜级别的战力 砰 那一掌拍在逃走的比目族一重五胜身上 将其整个身体拍碎了开来 连带其灵盒 一同拍碎 比目族一重五胜陨落当场 哪怕其生命力再强 脑袋能够再长出来都没用 在绝对的力量之下 同样无法生还 比目族同阶或者相近的战力之下 只要不击中其灵盒 确实能够再生长出其他部位 比目族的灵盒 也可以任何移动到任何地方 比如手脚之中 不过 整个身体都被拍碎了 藏在哪里都是死 这么强 另一处 不断被击退的天罗灵窝一重五胜满是吃惊 那家伙 竟然比自己这个二重五胜对手还要厉害 不是说只有一个一重五胜吗 这天罗灵窝心中一阵郁闷 对方前去寻求支援 来灭掉这里的一重五胜 结果竟然冒出了两名如此强悍的高手 连自己都陨落 这比目族不是在坑人吗 秋 这时 灵霄掉头 朝着连连被击退的天罗灵窝一重五胜飞掠 第1679章寿命而来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施展出各种手段 想要逃走 不过 楚遇也不是吃素的 胸围比对方还要高 在其强力攻击下 天罗灵窝根本无法逃走 是 本来 灵霄要近身冲去 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畏惧了灵霄 还未得灵霄接近 便是施展出了旋转螺纹攻击 灵霄不得不一拳轰出 将对方的旋转螺纹轰溃 那全盲继续轰在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身上 一击将对方重创 然后灵霄猛然冲向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 此时 连楚遇都没有再动手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已经重创 而且灵霄都已经动手了 他根本无需再动手 楚遇长老 他是什么人 楚宗平满是好奇的向楚遇问道 楚遇摇了摇头 道 最好还是不要知晓 楚宗平脸上露出了忌惮之色 没有再问 此时 灵霄已经冲到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的进前 一手抓住了天罗灵窝一重五胜的喉咙 临时一动 注入到了对方的脑海中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老者身体一阵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 你们两族 为何攻击楚家 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灵霄问道 我们受命令而来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说道 受谁的命令 灵霄再问道 噗 这时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的脑海 仿佛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其脑袋 顿时崩溃了开来 天罗灵窝一重五胜老者顿时蹊跷流血 然后 整个人仿佛变成了树人一般 脑海中已经没有了意识 嗯 灵霄顿时已经 这天罗灵窝 哪怕被控神了 询问道关键消息的时候 脑海都崩溃了 这是天罗灵窝一族独有防密的手段 还是什么原因 灵霄顾解 有些势力 为了防止自己族内消息泄露 让族人做一些手段防备灵控师 也不是没有 只是 这手段也够狠的 一问就让其脑袋崩溃 无奈 灵霄原力击入对方的身体 将其彻底杀死 将对方的储物戒摘下后 再将其尸体收了起来 一重五胜的骷髅骨架 还能够派得上一些用场 做完 灵霄飞身掠回 多谢前辈相助 这时 楚宗平向灵霄拜谢道 灵霄如此强大的实力 楚宗平自然认为了灵霄是一个老怪物 举手之劳罢了 灵霄毫不在意 然后道 对了我们尽快去楚家总部吧 若是晚了 恐怕 楚家都有可能被灭了 文言 楚玉身体一阵 连忙到 宗平长老 你暂且守在这里 我们这就回总部支援 楚宗平本来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见得那交面人的实力 便没有开口 他只是一重五胜 取不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交面人实力这么强横 应当能够应对 而且此地是重地 他需要镇守 故此便没有请求一同前往 当即 灵霄和楚玉三人 快速前往楚家总部 数日的时间 灵霄四人 已经赶到了楚家总部 此时 方圆百里的楚家总部 有着巨大的防御阵法笼罩 在阵法周围 足足有十二人在攻击 大地不断在颤动 浩瀚如海般的能量气浪 不断从镇法屏障外 波涛汹涌而出 向几百里外浩荡 楚家总部外围五六百里 已经被那能量冲击 化成一片平地 笔木族老族长 族长都来了 另外 还有五名笔木族 一重五胜 和五名天罗灵窝族 一重五胜 两大兽族的五胜 竟然这么多 远远望着前方十二人 不断攻击 林霄不由吃惊地道 当初受王朝之争 天罗灵窝的五胜 可是全部陨落在里面了的 笔木族 也只有两人冲了出去 那便是笔木族老族长和族长 而如今 笔木族除了两人之外 又多出了五名一重五胜 加在他之前杀的 便有六名一重五胜 这五胜数量 岂不是比各大坝主势力都要多 而天罗灵窝也一样 当初前去的五胜 连族长都陨落了 其老族长更是倒霉到在民州骨矿时候就陨落 如今 也出现了五名一重五胜 加之赛于北城沙的一人 也足有六名一重五胜了 你们保护好小溪 我去解决 林霄对着云长老两人说了一声 然后向前飞略而去 两人点头 没有向前冲出 实际上 他们也想冲上去 虽然林霄很强 但是对方足有十二人 这数量也太多了一些 一同攻击的话 林霄说不得也会有麻烦 各位 正当十二在攻击阵法屏障之时 一道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两大兽足十二人纷纷诧异 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人敢来这里 当他们扭头看过去之时 只见一个交互面容的人影 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飞略了过来 交面人 比木祖老族长和族长皆是一惊 其他人没进过天机镇摩塔第六层 他们却进去过 其他人不知晓 他们确实知晓 天机镇摩塔第六层里面 有着大量的交面人 不过 那也只是在天机镇摩塔第六层 当初也没有一具交面人从第六层入口冲出来 而现在 他们却在这里 活生生的看到了一具交面人 难道 这个交面人 是从天机镇摩塔里跑出来的不成 不过 这个交面人与天机镇摩塔第六层的交面人 似乎有些区别 里面的交面人 可是没有意识的 而这个交面人 还会说话 还会穿衣着扮 此时 比木祖老族长摆了摆手 让得一群人停了下来 纷纷将目光看向了向他们飞跃而来的交面人 与此同时 楚家总部内 盯着两大受足的楚家大长老 见得那娇黑的身影飞来 整个人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他回来了 我们楚家有救了 其他楚家高层也纷纷吃惊 对于那个交面人 他们内心很复杂 不过此时对方回来 他们楚家能够避免覆灭之灾 心中仍旧还是生出一阵欣然 看到了希望 你是什么人 立在虚空的比木祖老族长 率先向林霄开口问道 林霄也不急 直接飞掠到了比木祖老族长数里外 方才开口道 不知诸位 为何要攻击楚家 第1680章 林霄退两大受阻 此事 与你何干 比木祖老族长道 在下与楚家有救 诸位到此为止如何 林霄说道 除了受王朝之争 实际上 林霄也并没有与两族有什么巨大的冲突 受王朝 应重宝争夺 理所当然 而当初 天罗灵窝也并没有参与其中 说起来 他们与两族也不算是什么仇敌 相反 如果之前 他没有灭掉楚家家主 灭掉楚家隐师长老 没有遇到小夕两族攻击楚家 他反而还会拍手称快 妖念门众人现在想必都想要楚家灭掉 以防阻碍他们攻击天击阵魔塔 而且将来对付天击圣地联盟 乃至弹台家 他们都有可能还需要两大受阻威慑 因此 林霄也没有将两族直接灭掉的打算 能不灭 尽量不灭 日后若是需要灭了 再杀上去也无妨 两族的力量 并不算得太强大 到此为止 你是什么东西 说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 比木族族长则怒了 怒声反问道 他们两族攻击楚家 突然来一个人 一句话就将他们打发 秋 林霄身形一动 顿时冲向了比木族族长 哼 比木族族长冷哼一声 也毫无畏惧 立在原地 等着对方到来 他们比木族最不怕的 就是进战 很快的时间 林霄的身体 便是冲到了比木族族长进前 而此时 比木族族长 也毫不留情 举手一剑 朝着林霄披斩了过去 比木族老族长盯着两人 其他人也没有急着动手 只是随时做好了出手的打算 庆 然而令得他们吃惊的是 一道不太干脆的声音响起 比木族族长手中剑 被那交面人一手生生地抓在了掌中 而那交面人的另一只手 一拳拍出 将比木族族长远远轰飞出去 比木族老族长和兽族五圣纷纷吃惊 这个交面人 竟然如此强横 连三重五圣的剑都能够抓住 此时 一群人纷纷忌惮了起来 哪怕是比木族的老族长 也露出了忌惮之色 他打亮向了林霄 道 你是从天机阵魔塔第六层出来的 林霄知晓 比木族老族长必然有会这样的疑惑 他故意迷惑对方道 没错 还得多谢当初几位道友打开了天机阵魔塔 在下方才有机会出来 几百年前 在下与楚家有救 看在在下的面子上 诸位打道回府 从此不再攻击楚家如何 比木族老族长微微一惊 对方果然是从天机阵魔塔第六层里逃出来的 讲来 在天机阵魔塔第六层入口打开后 在他们出来之前 对方就已经逃出来了 不过 看在对方面子上就撒手 还不再攻击楚家 这口气也太大了一些 就看 你有没有这个面子了 比木族老族长声音微微沉了下来 能够抓住三重五胜的兵器 将三重五胜击飞 并不代表能够打败他 能够打败他们所有人 秋 比木族老族长话音一落 林霄的身体 便是朝比木族老族长冲了过去 犹如化成了残影一般 很快便是冲到了比木族老族长进前 比木族老族长没有用剑 他拳头化成了木头 聚集了最强横的力量 一拳轰出 重重的砸向了林霄 林霄声拼硬抗 一拳轮动 与对方对砸而去 空 两人的拳头 生生对撞在了一起 一股强大的力竞炸开 所有人便是见到 比木族老族长的身体 远远到射了出去 而那交面人的身体 仍旧是停留的在原地虚空中 什么 一群比木族五圣和天罗林窝五圣 纷纷惊呆了 连比木族老族长 都被一拳轰飞了 这个交面人 竟然强大到这重地步 这下 他们神色纷纷凝重了起来 比木族老族长被一拳轰飞 那么 他们恐怕 还真难以立敌 哪怕他们人数再多 这个面子够不够 不够的话 我送你们上路 林骁开口问道 语气之中 不失霸气 走 这个时候 比木族老族长的声音 远远传了回来 文言 另外五名比木族一重五圣和五名天罗林窝一重五圣 纷纷向两人到飞出去的方向 飞退而去 很快的时间 十二名兽族五圣 全部消失在了这片区域 走了 他们被赶走了 这时 楚家众人纷纷暗松了一口气 两大受足围攻之威 终于解除了 这时 楚小夕 楚玉和云长老三人 也朝着楚家总部飞掠了过来 楚家大长老 连忙命令停止了防御阵法 律众上前迎接 多谢前辈搭救 楚家大长老拜谢道 其他人也拱了拱手 目光复杂的看着林骁 如果他们隐士长老家主没有出事 想必他们楚家也不会出现这次危机 不过 仍旧还是对方帮他们解决了危机 小夕 最近一段时间 你便在族内 当心一些 林骁对着楚小夕道 阿丑哥哥 你要走了吗 楚小夕眨巴着眼睛说道 简然对这位强大的阿丑哥哥 有些不舍 放心 以后 阿丑哥哥会来看你的 林骁摸了摸小夕的脑袋 道 嗯 我等着阿丑哥哥过来看我 楚小夕懂事地点了点头 两大兽足 会不会 这时 云长老在旁边有些担心的出声道 如果他们识相的话 应该不会返回 如果他们不给我面子的话 你们就告诉他们 我会去送他们一程 林骁说道 云长老嘴角一抽 对方的话 他毫不怀疑 对方确实拥有送对方一程的实力 们 阿丑前辈 我送你一程 这时 楚玉说道 差点说漏嘴 不过 哪怕叫出门主二字 恐怕 也不会有人 会将他联想到妖孽门门主身上 林骁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楚家 由楚玉带着 前往楚家的传送阵 小夕两人 飞掠入了楚家内 楚沁连忙冲上去 将小夕抱住 道 小夕 萧家的事情 解决了吗 楚小夕点了点头 阿丑哥哥都给我解决了 萧家 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楚沁欣慰地道 云长老 这时 楚家大长老看向了云长老 不该问的别问 云长老警告道 云长老说的是 楚家大长老连忙闭嘴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